在工作人員的架設之下 一根根四杖長的燈高被樹立了起來 這是竹山鎮武德宮為了這次的聯合建教所樹立的燈高 在法師的加持之下 掛上寶敬阿明的燈籠之後 由廟方的人員以甩動鞭炮的方式進行開龍眼燈的儀式 武德宮主委表示 在傳統叫點儀式中 樹立燈高是邀請陸地上的好兄弟前來 而放水燈就是邀請水中的孤魂上岸 一同參加普渡的盛會 而開教堂燈的目的 就是邀請這些好兄弟在普渡期間 在此地休息看熱鬧 不要去擾亂到地方的居民 裁長哥就是邀請路上路路 路上的風景地接受這個普渡 放水燈就是邀請水中的孤魂 好兄弟現在路上來我們開酒燈 就類似他就是說 在這裡好兄弟的休息站 休息站 不要去擾亂到酒燈 中鋒到非常雄偉 希望好兄弟 不要去擾亂到酒燈 之中最高也是最大的一座 除了相當的宏偉也相當的漂亮 歡迎民眾前來參觀 我們的無敵宮 有東南西北還有我們的中條 中條都有非常漂亮的 這個中間酒燈 歡迎大家也可以來我們第三座 我們的無敵宮我們的百條 來看這個最大 最壯觀 最宏偉 最大 議長何生峰表示 各宮廟的教堂開燈之後 緊接著就是叫點科宜的法會祭祀 場面除了盛大也非常的隆重 歡迎全國的民眾到竹山鎮 來參加這百年難得一見的宗教文化 記者黃宣睿竹山鎮訪報導 我們先開始講 看下 你好 大? 什麼 那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